好 欢迎欢迎李财生活痛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请到老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其实这一两年很少联络之后 发现她也为人母 然后在自己的打扮上面也很不一样了 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母亲姐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强调对女性的一个爱护跟呵护 我觉得平常就要把自己照顾好了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一聊 平常怎么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然后怎么样照顾自己 好 先欢迎一下我们雅乌乐的品牌创意总监 陈怡文 米飞 米飞好 嗨 大家午安 好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说实在的你也算是三明治吗 还是你算饭团 你算三明治吧 被夹在中间 对 也是有父母要照顾 有父母 有公婆 有小孩 然后还有工作 然后有了小孩以后 对你的人生我觉得很不一样 超级不一样 就是觉得有小孩前是上一个世纪的事 就是以前会有时间回家也可以泡个澡啊 然后爱抹一下腿啊 打理一下自己 现在就是快快快 然后时间很零散 那现在就是我连也跟米飞讲 我说你还是要撑着 因为我觉得看孩子长大 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疗愈啊 是 玉芬姐一直鼓励我 对 就再生吧 哈哈哈哈 我就说我不敢了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有这种人 就一直骗人一直骗人 然后都说这样小孩很可爱 一个不够再生一个 然后骗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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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 两个才会一起玩 对对对对 也有一百个人跟我讲这句话 哈哈哈哈 你现在还是敌死不从吗 对 敌死不从 哈哈哈哈 欸那你自己当了母亲啊 说实在的 你最想要的母亲节礼物是什么 我觉得不但是因为我是处女座 然后我现在又太多身份和角色 一直在切换和转变 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 给我一个放松的时间 给我一个me time 然后要很实际的 就是以前会说啊要漂亮的花 现在好像也觉得啊 那个是身外之物 你只要给我一个自己的时间 然后很实际 我觉得我也经历过 废游你应该也经历过 对就是小孩小的时候就是 拜托给我好好睡一觉 对 他睡着我都觉得 哇这个世界好棒哦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母亲姐能不能商量一下 就老公说 你把他带出去一天 你让我好好的在家里面睡上一觉 对或者是 现在也很难跟真的私下姐妹出去 下午茶还是有逛街 我真的超久没有 真的好好的 你尽快没有朋友了啦 对对几乎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没有朋友耶 就是有工作 然后有孩子 对有家庭就没朋友了 对 就是公婆的身体也要照顾 然后妈妈帮我带小孩 也要照顾一下妈妈的健康啊 然后妈妈有没有休息到啊 所以一定要 欸带小孩很累耶 带小孩超累 对尤其我女儿现在会走路了 所以她就是在学走路 所以很爱走 然后你就是不断的要弯腰 然后抓不住 抓不住 很像虫一样就是 然后会有很明确的表达 嗯不要 然后从一只手如果你还不理解 她就两只手全身一起挥 她不要 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非常明确 很有自主意识 所以我们要尊重小孩 对啊 所以我觉得不同阶段的母亲 对母亲节其实有不同的一个盼望 不同盼望期待 对像你那个期待就是好好睡一觉 然后或者是说好好有自己的空间 不管你是要跟姐妹去喝个下午茶 或者是你要坐坐脸 坐个SPA都可以 对 总之就是不要有小孩 对 可是像我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一天到晚都要算计我儿子 要带我去哪里吃 因为她已经长大了 有赚钱了 我一天到晚就算计她 你这好幸福好羡慕哦 欸拜托她也不是忽然长大的好不好 她也是从以前这样颅颅颅颅颅啊 看别人的小孩中就觉得 欸怎么长那么快 然后自己的小孩就觉得 就是慢慢熬慢慢熬 对然后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等到她去念幼稚园 或念幼稚园应该还会 就是她会做那个母亲节礼物给你 对小卡片 小卡片或康乃馨 对对对 或者是用那个吸管做的那个 花吗 对花或者是那个什么项链 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有诚意 但非常的不美丽 但我们还是会很开心啊很感动欸 然后我就我记得小时候就问她说那这是那个母亲姐要怎么过 她就说我不是送你礼物了吗 然后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收到一张卡片也很幸福 那现在更大一点就是吃她一餐我就觉得超爽的 对就是每次要卡一点油 对我觉得我们也很骄傲 就是我的小孩可以请我吃一餐 对代表她也有工作可能也顺利啊 然后也独立啦 总是这么多年长成一个对社会有一点点意义帮助的人 对对增加一下我们的那个出生率 不过说实在的啦 就是说你一直把你自己 我觉得维持的蛮好的 我觉得还不是很满意 永远对自己不够满意 你老公满意就好了 我老公不算 他现在敢跟你啰嗦什么吗 他会不会意味说你有小孩你都不照 你都不那个打扮一下 不会因为我老公自己本身就是跟大叔一样 但是我自己非常在意自己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自己真的觉得镜子里面自己看得舒服满意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有自信 然后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的同事 我最近看很多教养的手册嘛 就是当妈妈你得要觉得自己就有自信的 把自己先照顾好了解自己的情绪内外 你才有办法带给小朋友一个正向的教育 哇你孩子这么小你都想到这一点啊 我想很多 我是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 我就想到不要拖累孩子 那我自己有的吃有的喝我当然就是不要去颅他 除非我是没的吃没的喝我就颅他一下 可是你不能长长颅啊长长颅就失效了 你一直把自己打理的这个蛮好的 然后我现在发现到这个母亲节 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也蛮残酷的 整个送礼市场是一个杀戮市场 对不对每个都要想尽办法 每一年都要想破头 然后因为我们的族群 雅无乐族群都是就是很实在的人 那工作辛苦还是带小孩辛苦 待会来谈一谈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雅无乐品牌创意总监陈宜文 这个米飞来好好谈一谈 因为说实在我们刚刚讲的工作压力也很大 到了母亲节说实在是一个大档期 你们的工作应该也很忙 然后这时候也要再顾女儿 我觉得在职场跟家庭当中 大概很难两全 不过刚刚听你讲的是 女儿是妈妈带啊 对妈妈帮我很多很多忙 那是怎样一到五都给妈妈带 一到五给妈妈 那太好了吧 然后礼拜五 你假日妈妈 礼拜五冲回去娘家 然后把女儿接回来 没有现在还没有地方可以接女儿回来 你也住妈妈家 也住妈妈家 那真的要好好孝顺妈妈了 真的 所以有妈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那工作上你就可以比较全新的照顾 还是会想小孩啊 然后看小孩的状况啊 关心他 然后打预防针啊 或是生病的时候 你还是会选择一颗心 然后要冲回去 因为我娘家在基隆 那有点距离 我婆家在花莲 然后娘家在基隆 所以就是三边要跑 那预防针都是你带去 我带或是我老公轮流 轮流啦 都要讲好了 那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你现在好像都还是一样推出这些头皮的一个 当然 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这次有一个气垫按摩书 我发现现代人很需要 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时间被切得很碎 然后被塞很多事情 所以要很精准的对自己好 然后每天早上梳头 晚上梳头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真的有帮助头皮的放松 睡眠品质也会好一点 你知道头皮是汇集了50个不同的穴道 有啊有人去按摩还特别去按头 按头或按脚 真的有放松头变轻了 然后其实它会连带你的肩膀啊 就是我觉得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这次那个气垫按摩书 热销 那这也是你开发的吗 对亚乌乐在台湾开发的 我们因为台湾的梳子的工艺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 对我觉得在路边都可以买到梳子 而且我们一定要挑那个品质是好的 它是轻的 然后是最好是木质的 大家在选的时候 更一定要压一下那个气垫的弹性 然后前面那个头啊一定是要有圆珠的 这样其实对头皮是最温和没有伤害的 我们现代人就大家在那个听节目的时候 如果手有空可以搓一下自己的头皮 看你的头皮可不可以动 因为头皮是接着脸皮的 有些人头皮会很紧绷 紧到它动不了 通常这样的人通常就是 有哦很紧啊 很紧啊 睡应该也睡不太好 应该需要按摩一下 应该需要按摩要松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早上 我真的鼓励大家就是 早上可以梳头 梳个十下来回 然后晚上睡前从梳一层 梳头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 而且 而且我跟妳还要梳的时候是顺着梳 然后倒过来梳 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人跟我反映说 哎呀掉发掉的很严重 因为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我有分享过掉发这件事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些人会私讯我 就是我掉发掉的很严重 他就不敢再梳头 错了 反而更应该要 让你的梳头其实是帮助你的血液循环 让你的头皮是可以健康的 比较健康是活络 血液循环 让你的头皮是放松 可以有呼吸的反而对你的毛囊其实是有帮助的 有时候我很累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那个我们这附近洗个头 那其实洗头 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催啦也会弄啦 可是就是别人帮你洗头的时候就会帮你按摩一下 那一定记得不要用指甲 就我们自己在家里洗头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指腹 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会伤到你自己的头皮啊 对你就会刮伤嘛 就会有就是像破皮或是刮伤 其实对头皮都不好 然后你再用其他的 不管是清洁或是护法产品 碰到伤口 身体任何地方有伤口都建议不要再 使用其他的保养任何的产品了 就减少其他产品的碰触 然后梳头你要看看你的梳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梳子啊 有人说那个头皮老化的速度是很快的 头皮老化的速度其实是脸的六倍 然后是身体的十二倍 所以我们以往像我以前就是都把脸皮固的 哦超重要的 母亲姐一定会买几万块的脸部的保养品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头皮 其实都看不到 看不到嘛 然后就疏忽了 所以我之前小时候常常染烫啊 头发其实那个发质很不好 你脸皮固得再好 你背后人家看你发质很毛躁 都很不好看 嗯 所以尤其是我们脸部都会做防晒 像现在室内也会有些纸外线 那所以要选择好的头皮护理的产品 跟有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 嗯 对啦当然也要这个吃好睡好啦 然后最后就是你的头皮要料理好啦 头皮要料理好 因为像我们建议其实你头发上面有披致层嘛 头皮有披致层 它会分泌汗水汗线 然后有油脂 然后跟我们外面现在空气不是很好 有PM2.5 就是那其实都会残留在你的头发上面 所以我建议就算你头发是再干性的头发 你起码三天要洗一次头发 哎呦三天可能受不了吧 对两到三 因为我有遇过真的有使用者跟我说 他九天洗一次头 九天这应该是坐月子吗 真的吓死了 我觉得坐月子的时候有被限制不能洗头 我那时候大概撑了一两个礼拜好像有哦 我撑了一个礼拜 然后到月中我就受不了了 从一月到月中我就受不了了 我都奔到月中房间开暖气 然后就开始说我要洗澡洗头 哦哦 因为现在其实有那个吹风机啦 然后不会让你受风寒不会冷到嘛 所以其实有些人说以前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容易掉头发 其实我觉得跟清洁也有关系 嗯嗯 因为他们可能就不洗头了 对 对担心会那个瘦 你太久不洗头油脂都吊在那里 太久的毛孔都会堵塞 你就会可能会轻的毛囊炎 然后毛囊炎再重 再严重一点就开始掉头发 发肢就开始不好 哦 其实清洁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关键 哦 所以你看头皮其实是我们忽略的那一块 很容易被忽略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去给人家洗完头以后 我会觉得整个人很轻松原来是不是只有干净而已啊 因为我们常常洗啊原来是他给你按摩以后 然后头皮松了你觉得啊 你心情也比较好头不会在右边很紧很痛 然后跟肩颈会其实都是连在一起 然后你的梳子如果说可以随身带着的话 万一就是很累的时候自己梳梳头也是按摩到穴道 我们那把气垫按摩书是木制的 然后它是很轻巧的就是可以随身放一包 我自己办公室都放一只 然后家里床头柜放一只 我就很喜欢现在开始很喜欢好攜带的东西 好攜带就是可以 就是省空间又轻 然后随时可以让自己舒服一下 放松呼吸一口气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你的那个那个这个头皮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刚刚那个米飞有说你去摸摸看嘛 我刚发现到说我的头皮要动好 真的还蛮困难的 应该很紧吧 很紧啊很紧啊 我遇到几个就是只要事业有点沉的 有点名气的 你就不紧吗我就不相信 通常都是很紧的 先把头发照顾好 再来解决你白发的问题 你看我的白发 对对看又开始很明显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这里上来radio中的流行网 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姚乐品牌的创意总监 陈宜文米飞了 刚也跟大家来聊到了 就是他也为人母了 然后也成为了三明治的一个夹心女 然后对于母亲节只能有卑微的期待 就是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你还是尽心尽力的打扮自己 还有为大家来设想 所以刚有讲过说 今年有增加那个梳子嘛 对不对梳子的话 可以让你的头皮就梳一梳之后 血液循环变比较好 人也比较轻松 然后也让你的头皮环境变比较好 我觉得这是从根本做起啦 一定要 对 我们雅无乐从日本东京到现在 就是希望是从根本把大家解决问题 对 对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也不能够靠说 我今天去按摩一下 我立刻就舒服了 对 对那我平常在家里的时候该怎么办 就撑不了多久 按完回去抱小孩抱个半小时就 又开始了 那一样嘛 就大家对你们的东西其实并不陌生 有一些是那个光彩的护乳法 它就用光照的来补色对不对 对 因为像我自己现在你又看到 我这边有一根很明显很明显 超明显的 超明显的 你才一根 没看我这一排 就是因为我都平常有在办公室 我就进公司抹 然后办公室有室内有那个灯光嘛 然后中午出去吃个饭 或是刚刚来中广的路程 其实都有光照 可是今天外面没什么那个耶 太阳耶 但是还是有光 就是不要是晚上那种 关灯很黑的环境 其实会慢慢的感光 我们家是做直吹汉方的配方 它没有办法求快 因为我们自己 我平常是中医派 所以我都会觉得 对身体你该要有的 不能急 然后要慢 你对身体给的 你给身体的回馈 身体会给你 所以我现在要照顾小孩 所以我其实已经 大概生 怀孕的时候 我就怀孕前 我就开始没有再染头发了 到现在 当然不行啊 如果那时候怀孕的话 对 怀孕前就开始不染 所以现在也要 快要两年了 所以我的头发其实几乎都是用这一支 主要是因为它用起来 我觉得味道也是舒服的 不会是那种刺鼻或是化学药剂的味道 然后你在抱小孩的时候 我现在香水也不敢擦 啊 对 对 对 香水也不擦 因为对小朋友 人家说那个荷蒙不好 对 然后我也不太敢 烫发和染发 我现在也都是没有 因为我都知道你染完的话即使我去美容院跟她说 哎用好一点的啊 然后要帮我做护法喔 回去之后还是会闻到蛮重的味道 对 那我不希望小朋友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这种比较不好的味道 所以我还蛮在意这件事的 所以我觉得 那也是那种环境荷尔蒙啊对不对 对 对人体有时候是不好的 对 尤其我们家是那个 我觉得女生好像更特别要在意 对 所以我就是我觉得用我们家的这个日本专利的银离子护法上色的产品 对我来说 就是我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我花个五分钟时封拆擦 我就不要理它了 头发其实用量也不用多 就是要免冲洗护法乳 然后我就去做一整天的事情 对我要开会要来上节目终于去吃饭 然后在外面跟朋友约吃饭喝下午茶 带小孩其实都不会影响到我真的生活的作息 他不需要我在美容院花一两个小时 你讲真的是我朋友本来跟我约说 礼拜四我带你去洗一个什么月室 他说他预约到了 后来他刚刚又跟我说取消取消 我看网路上说评论不好 我说洗什么头要洗两个小时啊 不晓得他可能也有按摩或什么之类的 不过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个只能够就是短暂的时间嘛 可是你家里也要做一些保养 对不对 然后头皮的料理 然后白发的一个遮盖 没错 就是抹上边护法 然后抹在白发上光照之后 颜色会慢慢的出来 然后不影响你的日常作息 我觉得蛮好的量就蛮自然的啦 对不然有时候染 说实在的有时候染你会染的很黑 像废容一天到人家就跟他说你到底染的多黑 不是我就是天然就这么黑 他到现在还没有白发 这是遗传很幸福的 超羡慕的 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是因为三明治族群还是怎么样 就是要照顾的人太多了 工作上面也要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白发其实是越来越多 真的要找到对的东西 然后我都会特别看成分 有没有通过比如说国际化妆品的认证 INCI的这个检验的书啊 然后有没有符合GMP啊 然后东西有没有含不好的比较化学药剂比较重的 我一定会选像这次是一般化妆品 我觉得起码不是只有给消费者 就是要赚钱 没有我自己也在用 因为我觉得很安心 那这次母亲节好像有帮大家来打理一下 对我们有一个礼带 母亲节的礼带 这是你自己挑的吗 你帮大家挑的 帮大家挑 因为我觉得现在国旅也开始起来了 然后大家去日本一窝蜂 台湾的人都在日本了 我觉得现在那个我们特别选是缩口袋 你这样子出去 你要带你的盥洗用具啊 或是你的贴身衣物啊 像我带小孩 我就很需要 我包包里面都是一袋一袋的 所以我就是帮大家选这个用绒布 很细致的绒布 然后它是紫色丝绒的缩口袋 然后是做比较大的 然后就是让大家这样子买这个套 礼带组合礼品组 然后送给自己 也像我有送我妈妈一袋 送我婆婆一袋 我觉得又实用 里面有从头发到脸部的清洁 脸部也有 脸部清洁跟那个洗颜乳 那是洗颜乳我自己超喜欢 它其实可以卸一点淡妆 对它可以卸淡妆 而且卸得很干净哦 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妈妈 那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两个功能 就是快一点 不然你的小孩在哭 或者你小孩快滚下来了 对要省时 小孩在外面敲门叫妈妈 我的话中事也很好笑 他说当了母亲 他刚传讯息给我 他说我很有所感 他说当了母亲 他说你洗澡上厕所都得门打开 不然他就在外面一直跟你哭 妈妈妈妈妈 我这次带小孩回去花莲 他整天叫妈 然后任何人都不给不给抱 然后他可能环境比较生疏一点 环境比较生疏 他会害怕 然后就爆 就是整天都黏在你身上 我说拜托你让妈妈去一下厕所 就得把门打开 对 然后让他可以看到 所以你这支洗面乳就是 像我现在妆也不会太浓 就是简单的隔离 然后淡淡的 然后也没有上 我现在睫毛膏也都不刷了 然后用这个 就是它是日本的爱源仙火山土 所以他的那个渗透的清洁力 真的是可以把肌肤底层的那些脏污洗出来 然后又有含保养品才有了玻尿酸 跟神机吸氨的这个保养成分 所以就是洗完之后你会觉得 第一层的保养也做好了 皮肤会比较透亮 我是觉得真的有感 皮肤透亮 然后你后续的保养品的吸收力 我也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清洁真的是很重要 是保养的第一个步骤 对啦 我觉得就是你一直强调嘛 就是从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先做起 开始做起 不管是脸部嘛 或者是头皮嘛 好这个是米菲 他今年带来就是母亲节的中广的专属活动 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理财生活通 我们有把它po上去 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说 如果你有订购的话 你只要说出一个通关密码的话 还会有专属的好礼物 只有孕芬姐的听友才有 那我们有贴在理财生活通当中 那大家如果还不清楚的话 那可以打我们中广的美少女服务专线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们就希望天下的母亲 就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我觉得只有把自己照顾好 你才有能量跟力气去照顾身边的人 然后也先不要指望小孩买给你吧 你自己先买给你自己吧 你自己要懂你自己要什么 对啦就是要从根本做起 然后要快 然后又要好 这就关键了 招牙无乐 好好好 谢谢米菲 谢谢大家 谢谢